电导人,再不更新亚瑟教学,大家就要取关了 嗯,王老师,亚瑟这个英雄 才不管你,赶快更新教程 来了来了,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曾经的国一亚瑟终于答应教我了 不废话,亚瑟小技巧教学马上开始 为了拖时长,先来讲一首名文 蓝色无狩猎无引力,这个主要是为了追求移速 因为亚瑟对跑线的需求很高,但移速收益很大 绿色十英眼,红色十亿变,全无功无穿 配合高伤害加成的一二技能很好用 接下来我们看装备 国一大神推荐的是双鞋流,抵抗鞋和CD鞋 如果对线压力不大,可以直接出CD鞋 补出核心装黑漆冰痕后,再出第二双抵抗鞋 压力大就反过来,先抵抗,再CD 防装选择不祥魔女反伤甲 看情况出其中的两件即可 最后再把鞋子换复活甲就完事,很科学 召唤师技能,这个版本可以选择弱化和斩杀 闪现使用的频率不会太高,戴来的话意义不大 接下来局内设置,玩亚瑟必须要开补刀剑 因为一技能穿墙,跑线,逃生都很好用 另外,锁底头像也得打开 不然切后排的时候,一技能总是不能选择正确的目标 这点很头疼 技能加点一定要主一 很多小伙伴为了追求伤害选择主二 其实是不对的,毕竟沉默才是亚瑟最牛的地方 不过在对线骑升三级的时候 可以选择先加二级的二技能方便倾线 对纲起来伤害也能高出不少 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你看,当亚瑟释放二技能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中二的挥剑动作 要取消它有两种方法 二技能大招 或者一技能的飞跃 这样操作能让整体的流畅度提升不少 最后来讲一下连招 E2A1A3A 这套连招可以保证打出双沉默的同时 取消二技能前摇 并且打出最高伤害 非常适合对线、团战、蹲草 以及所有情况试用 切记,一技能一定不要开得太早 不然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想看什么英雄的教程 评论区留言吧 我是任劳任怨的18号 下期见 拜拜